痛脑点我觉得 英语中最让人崩溃的字母组合 大概就是 O-U-G-H 因为它实在有太多不同的发音可能性 第一种 在thought 想法这个词中 O-U-G-H是all的音 与此相似的还有 bought thought 这里其实还是有个小规律的 估计你也看出来了 那就是 O-U-G-H后 如果接字母t 那么多半是all的音 第二种 如果把thought的结尾t去掉 它就变成了though 尽管 里面的O-U-G-H 就从all变成了o的音 与此相似的还有 although though 第三种 如果你再把though中的O-U-G-H前 加个字母are 它就变成了through 穿过 这里的O-U-G-H 又变成了oo的音 第四种 如果咱们在through里面 再加个字母o 就把它变成了through ough O-U-G-H 突然又变成了 呃 与此相似的词还有bara 不过呢 也有不少人把这两个字读成thorrow 和borrowed 也不算错误 第五种 如果咱们把刚才through这个词的开头th去掉 那它就变成了rought 嗯? O-U-G-H的结尾居然出现了th的音 也就是说O-U-G-H在这里是off的音 与此相似的还有enough tough tough 第六种 在O-U-G-H这个字母组合结尾是th的情况 还不止off这个可能性 比如在coff 咳嗽这个字里 O-U-G-H是off 与此相似的还有trough 第七种 之前咱们说到thought去掉t读thow 可是啊 如果把和thought发音相似的bought的结尾t去掉 咱们就拿到了这个词 它不读bow 而是读bow 也就是说这里的O-U-G-H是ow的音 与此相似的还有plow slow 说到这个slow 其实也很有意思 slow读作slow是昭泽的意思 是个名词 也引申为困境或绝望的境地 但是它还可以做动词 表示退皮 比如蛇退皮 这时候就要读作slough 比如 The snake sloughed its skin 这条蛇退了皮 其实呢 还有人把这个词读成slew 这是因为slew可以当作slew这个词来用 有点相当于咱们中文里的通假字 所以接下来几种通假字的情况中 其实说白了就是错别字的情况中 O-U-G-H还有其他方音 比如hiccup 其实就是hiccup 打嗝的意思 所以读作hiccup 也就是O-U-G-H在这里居然是up的音 还有hawk就是hawk 动物后腿的关节处 所以这里O-U-G-H读作ok 而loch就是loch 比如苏格兰的尼斯湖水怪里的那个尼斯湖 就是loch-Ness 也就是loch-Ness 这里O-U-G-H又读作och 唉 像这几种通假字的情况实在太特殊 咱们其实都不需要考虑 不过呢 总结一下 O-U-G-H有以下好几种不同的发音可能性 O-O-U-U-H-U-F-O-F-L 其他还有up-O-O-K-O-H 兔老爹我不知道你 反正我是有点小崩溃的 如果你也感到崩溃 请在弹幕上打 崩溃哟 如果你觉得还好 那随便打点什么吧 好了 兔老爹我要去安抚一下我的神经 这次只能到这里了 不过你的一键三连一定也很有效果 十分感谢 咱们下次再见